最近突然有人變得非常大動作的去抗議說 怎麼政府沒有用非常誇張的方法去跟日本這個反對 那但這一群人也是說要重啟核四的人啊 這一群人也是挺核能的人啊 你很奇怪耶 如果我們做一個中道的方法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有很多方式 但是你要重啟核四 要要求支持核能的時候 你們是一種這樣也匹配給我這種感覺 但是你一方面面對這個核廢料核廢水的時候 你也變成最前鋒啊 你也是抗議最前鋒啊 你知道這麼奇怪 如果你真的要始終如一 你至少要本來就是 譬如說你對股年就開始關心這個事情 因為你反核 你也很關心這個核廢料核廢水的問題 而不是說你認為核廢料都沒有問題 甚至於他們這一群人 還有人說核廢料放他家也可以的 你現在對 現在的過夜也會照 因為裡面真的有人說如果可以的話放我家也可以啊 儘管你同一群人現在變成說 已經稀釋到國際標準的四十分之一以下的排出來也不可以 而且我們應該要非常用力的去抗議 而且去年開始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沒有看過你們的人影 你們現在突然之間都蹦出來 你們是最反對的 可是對核是你們也最支持的 核廢料放你家也可以 但是核廢水放到國際的這個標準的數十分之一 那個是不行 這你的標準是對的 這樣我們這種去年就開始反對的人會覺得 你這真的是有一點奇怪的 去年開始關心的時候沒看到的影響 今天要出來這樣 這個拼最初的時候 都變你們整齊都在說 上五月那裡你說核廢料沒有問題 這奇怪的這人到底在做什麼 國民黨一開始說 我不要輔導桌邊的這些農產品和食物 可是我要恢復核電 我要以核養綠 然後說我不准日本排放核廢水 可是台灣我們自己可以排 韓國也可以排 也就是說你不是在 你不是支持核 你也不是反對核 你只是反對日本而已 就是我們都可以 韓國也可以 但是日本你就是不可以 所以你反日而已 你就把話挑明了講 你根本只有在反日 反民進黨就是這樣 那所以你沒有一個 中心思想的論述 你今天要永和 要以核養綠的時候 你這些不管是馬英九 不管是這個 巧欣說核廢料放他家 不管是帶頭連署 支持要重啟核四 你都做了 然後你開了記者會 也找了一些反核的人 去支持去背書你的論述 像是什麼醫生王任賢 或者是黃世修 可是你在反對 這個日本的核廢水 要流入大海的時候 你又找了另外一批人 也就是說你不會覺得自己 有一些左手打右手 左臉打右臉 然後你的左腦跟右腦 互相糾纏 纏在一塊 理不清那個思路的狀況嗎 所以我覺得 還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你還是要把你的中心思想 那個道路那個架構給弄出來 你不要哇 因為我可以反日喔 趕快我就跳到這個族群 因為可以反民進黨喔 趕快我就跳到那個族群 你跳來跳去 你沒有辦法用一套完整的論述 去說服你的支持者的時候 你只是來搗亂 你只是來作亂 你只是來蹭聲量 你只是來撈取你的政治利益 那我會覺得你其實在這樣子八月 我們就要進行相關的這些公投 你國民黨現在不斷的塑造自己 我跟你講我最環保喔 我這個要保護藻礁喔 然後呢 我要支持核四 我覺得你會把自己這個八月的公投 以及連帶影響到你黨主席的 這個江啟臣的連任 所以我覺得會得不偿失耶 這一個川呢 它是一個放射性同位數 它長得很像我們的水裡面的這個氫 這個氫氣的這個氫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基本上在這個河肺水裡面 它其實是含有放射性的 那這個放射性大家不用懷疑 就是它吃到身體裡面去之後呢 它一定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傷害 那這個川它 我其實在剛剛呢 我有稍微查了一下 這個川的這個放射性同位數 它的強度 說實在它的強度並不是很強 但是大家在討論 這個放射性同位數的時候 都會有注重一個關鍵 就是它的半衰期 那這個川它現在的半衰期呢 它是12.53年 那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把這個海水 日本人把這個海水 灌到這個核反應爐裡面去之後 一直到現在 差不多也就10年 那這個10年裡面 這個川它是不是已經真的過了半衰期 然後它的放射性的這個強度 是不是已經真的已經就沒有了 這是一個問題 好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那我們就照這個日本的這個國家標準說 我們稀釋到四分四十分之一好了 但是又回到我剛剛所說的 它這個放射性同位數它還在 那個川的這個強度 它並沒有過這個半衰期 所以我們如果說根據這個標準說 我們稀釋到四十分之一的話 這一件事情呢 其實就讓我想到一個 我們前幾年的一個 地溝油的事件 就是這麼說呢 這地溝油呢 它本來的這個來源 它本來也是非法的 根據我們的後製 就像我們現在稀釋啊 或者我們這個經過了一些人工的手段之後呢 我們讓這個油變成是可以吃的 把他還原降運乾淨 對 對那所以其實現在 我看了這個它的動作 其實就很像是 我們這個地溝油的概念 我們把已經受到污染 被放射性同位數污染的這個水 我們經過稀釋的方式 後釋的方式呢 然後把它稀釋成 變成符合國家標準 符合這個飲用水標準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拿來喝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法理上面 其實就不符合原來這個食品 的這個合法的這個概念 那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就這個法理情的 這三個角度來說的話 那其實如果說 我們根據這個日本的這個地震 然後所造成的這個輻射污染 那它現在把這個水呢 把它全部排到這個海水裡面去的話 其實它完全違反了 聯合國國際海洋公約的這件事情 因為它侵害了周圍這些國家的人權 然後再加上這個洋流 它不是只是停留在日本周圍 它會跟隨的這個這個洋流呢 到了太平洋 到了美國加州 然後又回到這個赤道 然後又最後又變成黑潮 來到台灣 其實這整個環太平洋 都是這個污染物 都是這個川 然後再加上它的這個循環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半摔期還有兩年多 然後它繞這個洋流 繞一圈 其實也不過就五十幾天 那所以其實整個太平洋 基本上都會是川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法的問題 那理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它根本上它就是一個完全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的半摔期沒有過 然後它還有時間 那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就可以趁現在用這個稀釋的方式放出來 現在是十年嘛 可是它是說我兩年後 所以它其實是有結合那個半摔期 就是它兩年後開始說要排的那個時間點 剛好是半摔期的大概十二年左右 就是日本它們可能要去說服大家的一個說法 但是問題是半摔期過了以後 只是它的強度減低一半 但不代表說它沒有 所以這個半摔期還是必須要透過嚴格的監控 還有這個嚴密的檢測 才可以知道說它到底會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秋刀魚 它到底吃了這個秋刀魚之後會不會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嚴格說起來 你吃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其實是不會怎麼樣 因為這個川 它說實在如果已經按照它所說的 這個稀釋了四十分之一的話 那再跑到這個秋刀魚肚子裡面 其實嚴格說起來應該是還好 不會超標 但是如果說我們天天吃 或者是你像漁民好了 它曝露在這個海洋裡面 它不是只吃秋刀魚 而是說它曝露了這個整個海洋 然後它接觸的漁業 也是這種高風險 高污染的這個群體的話 那這樣它的危害 身體危害可能就會遠遠的 比我們只是吃個秋刀魚要來的大很多